因為他一進去他就死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到底是否真的有中那一個 真的假的阿 他衝進去有沒有 他這個一衝進去然後呢 這個法師使用這個 電 使用Thunder Lightning Vochain Lightning 有阿 他們有用這個 Lex Eternal 這個就是打下去雙倍傷害阿 然後你看他們有三法師就是為了制裁Bitcoin的是不是 所以他衝進來 直接給他中然後呢 他直接一個 電 他有先兵他嗎 因為他這裏也是有用Frost River 就是那個冰洞 單體的冰洞阿 那因為 冰了之後用電的話呢 也是雙倍 那雙倍再加這個雙倍 就是直接上四倍嗎 喔不清楚阿 反正就是現在目前打出來的 一下吼 一下呢 是 61萬 9 OK 61萬9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裏的 他戳他 他結兵了嗎 他結兵了嗎 喔 笑 這一個傷害 172 萬 欸 法師很強阿 不要再講法師沒用啦 好不好這法師根本就誇張啦 這個172萬啦這一下 只是不會應該是不會玩 喔不要說法師爛了 這是不會玩 好不好還是金錢沒那麼多 欸這真的有點誇張我真的覺得這個這戰術可以啊 原來土豪是要這樣針對的啊 我這個 學起來學起來 這個趕快發給你們身邊土豪朋友們看 好不好明天起呢就是奶媽跟法師的世界了 先秒他對面最關鍵的人物 好我們再來看他站起來之後再怎麼死 好 那這裡的話呢其實 他的奶媽還沒復活喔 我們就看 欸他奶媽復活了 因為復活之後呢其實有加那個減免很高 OK那這個法師呢其實他是在用那個暴風雪當中啊 他在用暴風雪啊可能要控制他的其他的隊友吧 OK那我們就看一下 好看起來 然後上座起開buff 這裡的 這是禁眼嗎 還是 我目前 慢慢看一下啊 然後呢 這奶媽目前是 法師還沒打他喔 還沒打他 法師呢就是在用 他們可能在等那個 雙倍的傷害嗎 好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完全沒有 欸有了 就是這一招喔 奶媽用了這一招 所以法師要來炸了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是不是法師要接手炸了 法師 欸法師你在哪裡 法師被吃了是不是啊 現在目前他是滿血喔 他是血量滿的 好 好Lightning Change 先打了第一次 Lightning Change 然後呢直接用這個 Prost Driver 就是單體的那個 冰洞喔 他這一下下去呢 直接半血啊 這是已經放慢 0.5倍了喔 有沒有 他剛剛給他雙倍 然後呢 就是一個 那個電 半血 他就是在接那個單體冰洞 然後這次呢他是在住這個Jupiter Dunder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結冰了嗎 剛剛應該是結冰了一下 對不對 然後 他在下第二招 然後他把這個雪呢 狂怒開起來 滿血 OK那他也是戳這個 法師啊 還是射手 他是戳法師吧 好的 這個 這裡呢 就打的有點亂喔 因為大家站起來 他的視角的問題啊 我們看一下 就是這裡其實他沒有血量都沒有什麼在扣 因為他好像在打他沒有在集火 可能在等著那個雙倍傷害吧 對吧 好 我們就看一下啊 這裡呢完全都沒有在打他喔 這個法師是在 呃 放個範圍控制而已 好這裡 雖然他血量是滿的 這狀態裡面 他血量依然是滿的 好 這裡呢就是他輸出的這個時間啊 我看一下 好 這裡有了 呵呵呵呵呵 奶媽放這個 他這個又在用墊墊啊 直接半條 這個應該是直接超過半條了吧 我猜 應該是60% 這個至少60%傷害啊 好 這是這一招之後再加那個墊 然後再冰洞 單體控制冰洞 然後呢 再墊 然後再來這個暴風雪 可以啊可以啊 沒問題啊 所以這是對方實力啊 對方的實力啊 不是他的問題啊 他沒有 他沒有特意打假賽啊 這是對方的實力啊 天使之怒嗎 是這招 喔 這一招 對 天使之怒 中文叫天使之怒 是的 沒錯 天怒 對 秒掉 這是 這個 因為其實這裡的技能表喔 他這裡是這樣寫的啊 使有方單體 下一次 普攻 或主動技能的傷害呢 提升100% 就是 一倍啦 多一倍 所以其實法師本身打他 你們知道為什麼那麼痛嗎 很簡單喔 就是 第一個 就是給他結冰 他結冰之後呢 他的身體的那個防禦就會變成水嘛 對不對 就變成水的 然後呢 再用電打他 電打水是多少% 這個又回到我們很基礎的一些問題喔 這個是在 台服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把這個給打出來啦 但是這裡的這個比賽 就是大家都有打出來 他的水呢 就是 電的是風嘛 風打水呢 是加175%的傷害 OK 是175%的傷害 然後呢 再來存 這個100% 就是兩倍 所以呢他打他的傷害呢 總計大概就是200多 多出275% 喔就是 對 就是多275%的傷害 所以這導致呢 他那麼痛 你看喔 就是 呃 正常來講呢 法師沒有在放天怒的時候呢 那個 法師 奶媽沒有放天怒的時候呢 反正是完全不動他的 他就是用暴風雪啊 然後用那個範圍技能呢 去消耗那個 他的隊友什麼 保護一下 之後呢 只要奶媽天怒 放下去呢 他們就直接這樣炸他 所以這超痛啊 因為呢 只要這 這一個墊喔 墊下去之後呢 他都用單體的給他結冰 然後再來一發墊 對 再來一發墊 基本上呢 就直接倒了 因為這一發的那個太痛了 如果接得好的 可能就是那個 呃 第二次的那個墊的時候呢 奶媽再來一個天怒 因為畢竟他們三奶啊 是吧 剛剛看了他們三奶啊 所以 可以喔 我覺得這戰術 可以 核心合理 沒毛病 沒毛病 好 沒有打假賽啊 所以其實大家你們不要怪他啦 就是 可能就是 自信過頭沒有研究吧 那別人呢 有針對研究 這就是競技的 競技的精神啊 對吧 所以呢 可以可以 有研究 有成果 OK啊 沒問題啊 輕一點 那這一隊呢 我們來說一下要怎麼 喔扛啊 要怎麼去 扛住這一個東西呢 那我先講 對面呢 只有兩個輸出角色 我們再把那個鏡頭切換一下 對面呢 是有兩個輸出角色 那這兩個輸出角色呢 就是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防止 就是說 他用天怒的時候呢 防止 就是說 別人 打到那個傷害 就是破壞的這個計劃 因為如果說你的輸出越多的話 那你可能全部都集火他的 可能說天怒一下去呢 那個傷害就被打掉了 而不會說在 被冰凍之後呢 就是冰凍之後呢 天怒然後再加成 這種 275%這個加成 雖然這個combo呢 也不是說那麼的容易達成啦 因為 你要在他被冰凍的時候呢 直接下去 那個可能比較難 但是通常剛剛我們看到是 天怒先下 然後電砸一波之後呢 再來冰凍 然後可能他後方的奶媽 再繼續補天怒 然後呢他再炸一次 就算是第二番沒有炸天怒的話 其實應該也是死了啦 對不對 因為他的血量呢 就不到30%吧 對啊他應該是死了 所以呢我覺得這一個是 用了一個法師非常優秀的地方啊 這個真的是 可以喔 那這個你們要怎麼防啊 其實這個要防的話呢 其實 還蠻困難的 怎麼講呢 你們這一個 隊伍的 重心啊 就是說被秒掉那個人呢 就是不要是關鍵人物啊 就是你們要把關鍵人物 也可能要分散嘛 這個就是說 可能 最主要輸出不是他 還有其他的 或是說你們也打同樣的戰術 把對面的法師給秒掉 對吧 就是說你們 一起用同樣的戰術 我覺得是OK沒問題的 就算是 你當奶那你奶媽就要 吃這個 技術嘛 對吧 他們三個輪流動你的 這個最強的主力 你們一個法師呢 跟你們的奶媽 法師跟奶媽就配合動他的法師啊 因為他們只有兩個輸出嘛 雖然他可以復活 可以復活三次 但是你們只要這個輸出完成 法師倒架 他需要 他在站起來的時候呢 他們這個 天怒也需要CD的 所以呢你們這一次 你可以把他救起來之後 可能他 可能可以做一些輸出 他可以打下這個射手 還是說去集火這個法師 或者是說你們的法師 直接控這隻法師啊 就是不要給他 拖他時間啊 拖他錢啊 但是這個其實還蠻難的 因為大家都是團隊 經常都站在一起嘛 而且法師也是一個範圍技能 可能呢他不能瞄你 但是呢 基本上可以打斷他的這個 是我目前想到 可能比較有用了吧 但是實際上操作還是有點難 因為畢竟這個combo呢 實際上操作起來呢 他們一定要互相信任何好朋友 那些就是有溝通講話 就說 好我天怒要下了 我天怒好了 天怒下了 天怒下了 然後那個法師就跟上 就是在溝通方面做得完美啊 我覺得這OK啊 沒問題啊 這真的可以可以 這個不精華不行啊 我真的 沒想過 沒想過這個打法 真的是超強啊 台服的玩家 學起來吧 這真的是厲害厲害厲害 只有料理了 青龍放法山卡會怎樣 如果是放法山卡的法師 應該會直接倒掉啊 這個是唯一反山卡的作用 這個你們可以去跟他們溝通看看 對反山卡也是一個有用的 但是問題來了 對面有射手跟法師啊 你如果是放魔反的 他知道你放魔反的 可能法師就不打你啊 你懂嗎 就是這個是一個團隊遊戲 而不是單機單人遊戲啊 你放反山卡 OK啊我覺得沒什麼毛病 反山卡真的沒什麼毛病 這個下反山卡的我覺得可以啊 但是你下反山卡 他真的法師可能就不打你啦 他可以打你其他的 呃那個 隊友嘛 對吧 反正這不是一個 一個人的遊戲啊 這次 都是五個人要一起合作 一個遊戲的 還是說 他其實可以用 這個鳥獵射爆你嗎 我就不太清楚啦 因為鳥獵其實威力沒有那麼猛 但是呢其實如果是放雙倍了 可能還行 可能還行 那可能 對你這隻土豪沒辦法 他們可以對你的法師 對吧 還是你的刺客 造成一個傷害 我覺得還可以 所以可以試試看 魔法反傷啊 但是魔法反傷呢 如果對面不打這個戰術 那你怎麼辦 是不是 你要想啊 如果你是放魔法反傷了 那對面如果不打這個戰術 你們可能就很直軌 而且再來 你們放魔法反傷了 那你們吃冰凍的時間會很長啊 你們沒有辦法90%的這個 抗兵啊 那法師他一樣是照樣控場 你一樣是法戰 這個對土豪來講其實還蠻難解的 唯一能解的就是 就看誰 把對面的輸出解決掉吧 三奶的 三奶如果是兩個一起倒 他們兩個一起復活 再戰一次起來 再復活 所以你要連續把他們殺5次啊 就是要連續給他倒5次啊 可能才能斷定一個勝局啊 诶這個真的是有研究啊 這個可以沒問題 好 所以呢你們如果有想到任何更好的應對方法的話 就是給以後的比賽 因為接下來這個比賽還會有很多啊 那你們呢其實可以下方留言喔 還是告訴我 還是告訴他們 有實力的土豪參賽者們 讓他們 這戰術是目前就是我們 第一次看到有這種戰術的戰爭 那希望他不是最後一個 就是接下來有更多戰術吧 是吧 我覺得可以啊 合金合理 好 那希望朋友們呢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明天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